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需要等到外面的人攻击反对 我们才感觉到原来这个东西是我们专有的 在我们圣经里面早就记载下来 这就是传道的重点 这就是信仰的中心 也这就是信息的这个真正的 我们的这个心脏里面 我们信仰里面的心脏肺腑所发出来的圣灵 所以约翰说耶稣即使行了许多许多的事情 但是淡记这些事 要你们知道祂是上帝的儿子 要你们知道祂是基督 祂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祂的名 你们可以什么 得做永生 所以这样基督是神的儿子 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是神的儿子 同我们因信祂是神的儿子 得做永生 是绝对不能讨价还价的事情 所以圣子说 耶稣基督说 父臣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儿生你 那为什么呢 西班里书的作者 要特别把耶稣基督 跟天使做比较呢 因为整个西班来人 也就是犹太传统 那些领受了律法 领受了旧有先知教训 领受了全部旧有启示的 给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观念从神永恒的旨意中间不是最重要 所以这样 西班来书的作者就需要给他们一个真正需要的更正 也就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他们领受了天使所传的话 这是了不起 他们的信仰是天使赐下来的 其他的信仰的人思想里面散散出来了 其他的民族的神是假造出来的 是想象出来的 是人本的 不是神而来的 不是神本的 不是神启示的 所以怎么可以以色列相比呢 你们这些摩亚人 你们这些阿玛利人 你们这些在四周加满更民族的人 你们所拜的神是言不能动 是耳不能听 他们手不能坐 脚不能走 这些是整个没有用的偶像 所以你们的神根本不能一夜话相比 他们的神是他们想象 他们用手造出来的 而以色列的神是在永恒的中间 以至极永远的旨意 向人自我启示的上帝 而神对以色列的启示是透过天使赐下来的 所以上帝的话是天使传给摩西的 然后摩西再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 这样以色列人就因为他们有十条诫命 有律法 有神借着天使 所以传给他们的圣言 成为他们道德同信仰的法典 他们在这个地方傲慢的不得了 甚至看外出的人都是都 他们像圣处一样 没有灵性 他们不认识神 没有上帝的气势 他们的民族 没有他们的宗教中间没有耶和华的话语 以色列人有 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话语 我们的话语成了我们的典章 我们的律律 成了我们的训言 成了我们生活 同信仰的规范 这个话语就是神借着天使 传给摩西 摩西再传给我们的律法 这是他们教的地方 但是吉布莱书的作者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不能听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所有的天使都不能以基督相比 这儿可能是不再次 如果 provided 和华的话语书的作者 和华的话语书的作者